上一集,兩位導師突擊錄影廠 向評判表達不滿 之後,他們馬上把標準提高 連上屆的20強KLOW 都要跌到復活區 評判守住之後 上一集,很多參賽者都跌到復活區 這樣做 要多搬幾張椅子過去才行 尚餘名額38個 然後,季節申請 下一位要準備的參賽者是Merry 連攝影師都要看 你走出來看…不要吃虧 到底這個Mary有甚麼吸引 每個人都想看 其實我不理解 真的會用這張照片做… 《測全民造星》 天氣這麼冷,你不怕冷傷嗎 將造型照片出街後 很多人都有留言關心你 搶鏡頭吧 不過看完你的照片後 再看你的真人就… 為何你跟照片這麼大落差 對,真的很大 有機會是因為化妝師化妝的問題 也有批過,我承認的 胸部有批過嗎 胸部應該沒有,對 差那麼遠 這張照片最少是1.7.0 不,我現在只寫165 165,對 我1.7.0,你有165嗎 脫鞋163 外表這些東西很糟糕 可能Mary她是實力派的 女人看女人,她們才按哪一刻 不要緊,這次評判有兩個男士 可能她們看的角度又不一樣 即將出場的是楊麗儀,Mary 她會表演唱歌 她真人好像年輕的照片 我知道現在很多方面都不太出色 但我相信那方面一定會有進步 我想說她真的進入我,真的回家 我會專心做回經理人 我以後不會再開全民造星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導師就好了,可以走開一下 評判就比較慘了 一定要錯到尾 各位觀眾都應該欣賞得七七八八吧 不如一起聽聽她得到的評語吧 謝謝 他們的表情很棒 你們慢慢走 Mary的成績是三盞紅燈 Eric的成績是三盞紅燈 怎麼搞的 這樣也有一盞藍燈? 那是因為她的外形,還是歌喉 媽媽,很混亂 我覺得她的樣子挺有趣 我想問有多有趣呢 你是想唱歌多 最多的嗎 也是 聲音挺有力氣 低音的部分很多 尾音都是走音 但一到高音,你又唱得很好 她唱得很好? 究竟外面的音響做了甚麼 為甚麼我這裡聽不到很好 我認同Joey所說 這也是很少見的例子 高音唱得好,低音很多 這是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時候 導師和花姐似乎都接受不了結果 要先出去偷偷氣 那我也隨便說一些話吧 復活區冷氣很大 可以的話,拿衣服來穿吧 後面也有廁所 慢慢享受表演吧 不過不要吃東西 下一位要預備出場的是… Travis,Travis,請你預備 謝謝你們 這是全民造星1的表演 搶得很好 但評判淘汰了他 Travis,歐國成 被視為第一季的滄海為主 當時他第一回合就被淘汰了 唱得那麼好?不行 對,為甚麼 聽完《全民造星1》之後 我有想過,想放棄 會覺得…又輸 因為其實我《全民造星1》輸之前 其實我參加了很多歌唱比賽 其實一直都輸 所以我躲起來了半年 你好像參加過了 對,我參加了第一季 即是有一個大躍進 所以再來 還是你博士今年的人水準較低 不是,因為我現在做爸爸 我也想證明給我的女生 就是哪裡跌倒,哪裡重新 Travis爸爸恭喜了 要做個好榜樣給女生 對,就不要經常受眉苦念 由現在開始,你都會閉上眼睛 我想你慢慢走去一個 你覺得在這房間裡開心的地方 那個位置是開心的、舒服的 整間房間你只選擇了那個位置 你會覺得這是我的運動 為何一個這麼簡單的環節 都可以令你哭出來 因為那個環節是要我們 閉上眼去感受走路 走去你覺得有光明的地方 但那一刻我的腦中 就開始想到光明好像離我很遠 我對我未來的人生的腦 好像越來越模糊 我不知道究竟我會否繼續堅持下去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 是我最後一個機會去追夢 沒有最後一個機會 我想說有了小朋友 可能你這一刻比賽 我最後一個機會 暫時要照顧小朋友不可以贏 小朋友會長大 長大後你也可以唱歌 照顧小朋友時 你可以創造音樂、創作音樂 讓別人唱歌 每個人都做一件事 你不可以重複項 反省一下 你自己要選擇 你選擇後就不會這樣 要麼乖乖地回去照顧小朋友 要麼你開開心心在這裡比賽 行嗎 原來第一季比賽 對你埋下了這麼大的陰影 希望這次 你可以在《造星》的舞台站起來 下一個出場的是歐角城 Travis,他會自彈自唱 加油,Travis 加油,Travis 譬如輸了《造星1》 我會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不夠厲害 我這次重返,我能做到 對你來說是我的問題 你不會在哪裡 我會在心裡 我會在心裡 很好 迎門來火 摩天太全得薄 摧腹的邊編尊重我 求不得忘 有我 不 一盞… 很棒,不是沒有錯,真的會哭 他真的會哭 看你了…想哭 撐住 你未必是你想像中那麼差的 我也給你一盞藍燈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首歌寫得不錯 寫得真心覺得這首歌不錯 不過我真心覺得你不應該做幕前 你幕前的事令我覺得… 好像不會覺得是娛樂 我覺得為你緊張,會有壓力 觀眾無法處理你 對 或者參加這個比賽會幫到你 但暫時來說 我覺得你適合幕後的幕前 你有多渴求這件事 我想我們會知道 因為你第一年來,今年再來 但我想除了音樂之外 有很多事情 你也要給它一個變化的可能 去復活區等這個改變出來,好嗎 謝謝Travis 沒事… 沒事,智利盡力… 你讚我復活區也未找到 你也這樣吧 不是還沒輸 你去復活區也未必會輸 是嗎?你別這樣吧 男人,你現在還要做爸爸 你這樣怎麼做爸爸,對嗎 花姐說得很對 要正面一點,看自己人生 不然我的情緒 可能會更加影響到 我的小朋友、我的女兒 你剛才說得很對 你剛才說得很對 我看過一句,我也覺得很替她緊張 對,即是令觀眾很不… 不在意 在哪裡下跌,又在哪裡再下跌 是否能起床回家 我不能起床回家 檢查一下 我將自己家 Maji обрат家 只要申請 我不會想找到 你先換上幾步吧 好 Cloud果然人如其名,像一塊雲 對不起,可否不要剪這雙 好像有眼屎 彭秀慧不是唱歌嗎 是從不起歡觀一個人嗎 那個叫彭嘉麗 對不起 Cloud,你傻歸傻 別胡說話才行 你不是小時候就參加歌唱比賽 見過很多大場面嗎 你是傻人嗎 對… 但你覺得自己可以做星 我覺得我是奇形怪狀的二寶 奇形怪狀的二寶? 那即是橙味還是檸檬味 真的要看你表演才知道 我覺得你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我想說,我們會不會做星期的 我跟我們玩的一會兒 其實就要聽一下 我和你為我還是要做星期的 如果我們有星期的星期的星期 如果我們有星期的星期的星期 不是一個可以馬上把所有東西給人看 也有點偶像包袱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表現自己的真愛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性格大概是怎樣 因為我挺慢熱 我不會在你們面前搓腳趾 現在很正經,當然是尊重場合 不如你現在不要尊重我們 你看我們三個女人有甚麼不順眼 不如你一說出來 我怕以後都不用唱歌 不關事,我改變不了你的事業 不會的 好的,你們兩個的歌我都沒聽過 還有呢 她說浪費她的時間 你可以出去才做她自己的事 你沒事吧?這麼說話也有 我沒眼睛看了 她也是直率的人 但坦白說,她這樣粗皮 比她進來的舒服更舒服 對… 雖然她唱得不差,她跳得不差 她也真的有點風格 但我想說她跳的時候 令我覺得她適合做一個女團 花姐也看到你的潛質 不知道評判又怎樣看 即將出場的是雲浩映 Cloud 她的表演是唱歌 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同的臉 但我不知道哪一種是最適合 展現在人前的一個表演 她的表演是不錯的 沒有特別有許多 我會有一點 留不著我 我會有 太少道理 太多 太多勇氣 是為了好奇 還有什麼值得歇斯底里 有什麼東西自信他敵 最後創下自己全部的挑剔 最後對著自己也不再看得起 這一夜我全世界我都會懷疑 喜歡怒放卻開刀兔蜜 對… 阿藍 三盞藍燈… 你這個群組 因為我有留意導師的燈印 你想要就要,說真的 你現在還有數字,一來到了18,好嗎 你別說服別人,你覺得很厲害 就自己要吧 不,我有少許分析 那個名單沒有寫男女的數字 我一直以為是一位男生 最初看過名字 他的名字是真名字 不是有照片嗎 對 你看,他就是這樣… 對,但你會震得住他 對不起 三盞藍燈導師也不選 這麼多年來 也有很多人嘗試選王妃的歌唱 通常都會失手 因為本身的門檻很高 你作出這個嘗試 又覺得你真的能駕馭 我覺得歌曲可以好一點 我也在想辦法 對 二汶會幫到你 恭喜你 謝謝 嚇甚麼氣 你入到二汶那組 別再成功了 其實真的唱得不錯 不過將來同事幫我貼一塊膠紙 不要貼那麼大塊 很影響我 只顧著看那塊膠紙 我們還有37,我記得的 我知道 你別在前鋒點火 說真的 但你的畫面真的不太好看 你的畫面沒有甚麼人緣 不是,有種國舞 不過下一位參賽者 他真的很想要 現在剩下 你的腳不要頂著我 你說甚麼?你有天舞嗎 2007 我沒有人跳舞 你看看這些人 聰明的你應該猜到 下一位是舞蹈員吧 下一位預備的參賽者是… 又是你嗎?梁先生 第三季你又來做甚麼 你不悶,我們觀眾也會厭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即將出場的是他身邊的這一位 我是芳芳 我今年25歲 我是一個專業的舞蹈員 我記得去年你幫我聽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你能參加就好 我記得是… 因為女朋友的表演是很刺激的 雖然你是幫忙的 我的目標 其實不是想贏或是不想要獻 這次我也很想在這個平台中 把跳舞變成主流的表演 令大家都懂得欣賞 或者懂得留意這件事 原來芳芳是一個藝術家 而且她表演旅程的起點 還跟我們一位導師很有淵源 因為其實我跟她有段故事 我小時候在機緣巧合之下 我認識了她 其實我小時候和朋友在西貢 大家自己玩 然後剛好有彭導走過來 說幫她拍攝一些東西 然後她又聘請我和朋友 一起去看她的表演 其實她…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個直播表演 其實都是彭導的表演 印象很深刻,令我很喜歡 令我這刻… 當時我當舞蹈員想去表演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因為 我看過你的表演 很熱,有一點是… 很久是客套的說話就別多說了 是真的,不是客套的說話 我對了一次見她是一個小女 那你撇開這些私人感情 你這樣說可以嗎 她一旦動作,你就不能說了 她不能輸了 看來兩位導師 都對方方志在必得 不過這位舞蹈員 這次要唱歌 好,自己看路吧 方志恩、方方 她的表演是跳牆 按她吧,不用跳了 走出來也是 看甚麼 你別騷擾我吧 你走開吧,朋友 我希望我的表演 可以感染到我的觀眾 很有型 很棒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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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在想甚麼 來吧 還沒… 好… 誰勝出 誰勝出 誰勝出,我先帶她 芳芳… Eric,有甚麼意見給芳芳 很開心她來參加比賽 唱歌其實不錯 我唯一想挑剔的一件事 剛才的表演 你旁邊的兩位女士跳舞的時候 她們比你笑得燦爛 我覺得好像不太合格 但後來你唱得這麼燦爛 你也會笑回來 最初你可能會有點緊張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比較合適 如果她們笑得這麼燦爛 你也一定比她們燦爛 我覺得這是唯一的討論 其他人也很棒 阿芝呢?芳芳的表演 無法打動、無法獲得你的燦爛 謝謝 剛才是差甚麼 我覺得跳得還不夠好 但她很懂得編排 很懂得表演 自己應該要表演的部分 在這個舞台上你不是第一次出現 但之前是在後面 這次你走向前面 我們期待你更多演出 謝謝 你可以加入彭秀為這組 你對她好一點 你別在中間讓她離開 唱歌擺明好聽,先聽吧 我們還有36個位置 另外一個房間 拍攝的《霧燈圈, eli ec pao rum》 這個就在拍攝的 特ontinue都是拍攝的 slack guests 我張家賣接我 可以uito開始 這個休息 這是甚麼 去廁所 Lisa,我想告訴你 這本來是一個災難 花姐,你當我們的觀眾流行嗎 兩屆全民造星有甚麼災難沒見過 中人的奇影曝光 當然難免有聲音 我就是瘋狂,就是方者喪 究竟有甚麼好姐,舞台 慢著,為何這個畫面那麼熟悉 不痛 你就是第一季光速rapper的師妹 我是萬志希英文名,我是Vanessa 我是一個大學生… 大學生… 你有很多懶音,很多 這些懶音要改,也改到節目原理 可能還未改 其實咬自己的問題 我很多時候都發覺到 例如說話的時候 但我不知道為何唱歌的時候 我突然會咬清楚 這麼神奇? 不過你不唱歌的時候 真的很難受 甚麼時間 差點太遠了 我連他也不相信 對,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對,懶音,然後跳這些 還有那些頭髮… 但你說話… 即是雜魚一身 是 我覺得是浪費時間 先別生氣 他說只要唱歌,就沒有懶音 先聽聽吧 我唱歌的時候 我突然會咬清楚 你騙人 唱歌要合音,你知道吧 是 我聽不到聲音和合音 你那些高音嚇死人 我想問你自己排的 是這個項目嗎 對,概念是災亂那種感覺 你這個項目搞不定 我以為有些人會喜歡這種風格 但全部都零頭 然後自己在想,我怎麼辦 平時聽到甚麼歌手唱歌 JAM 你能唱到JAM的歌嗎 Ini唱到 唱到Ini? 用盡氣力唱好Ini 不要讓我替死,好嗎 好 不要,Vanessa 花姐只是開玩笑 不要把觀眾嚇走 不要 即將出場的是萬子熙,Vanessa 她的表演項目是唱歌 她的造型… 她唱Ini 有些化妝不錯 我的夢想是希望 可以用我的歌聲 她能感染到聽眾 可以放鬆她們的心情 可以放鬆她們的心情 我只是聽她們拍攝 昏彦 我不是玩玩玩玩玩玩玩嗎 我實在過 我實在想 我可以拍攝 但我可以拍攝 她可以拍攝 她們的行李 你不敢拍攝 你不敢拍攝 我沒有找五張 我沒有人職Пр討 只能摸我的唯一 給你我的心 抱緊你的意見 一直愛你… 可能你也不想聽… 但她在舞台和在舞台也很分別 就算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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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你也不想聽… 就算愛你 愛你 愛你 不值得為你相信… 相信… 對,你也不值得為你 Vanessa現在的成績是三盞紅燈 三位評判有甚麼意見嗎 你在A段的時候做得很好 每次到達高音就露出底內 可能你平時在家裡唱到試歌 但你每次都可以 就真的要去學習 我覺得她今年不行 我覺得明年會有機會 因為她的聲音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都是好聽的 我覺得欠缺職 你欠缺職 去控制你的聲音 有把很可愛的聲音的小妹妹 現在的成績是三盞紅燈 這也是你們的最後決定 沒有改變的話 Vanessa,可能下年再來,好嗎 好 聲音不應該難聽 別哭了,你哭了 我選得很辛苦 因為我自己的表現… 其實做得有些不太好 因為自己不冷靜 所以有點可惜 準備了這麼多 但表現不到我平時的水準 我還不想出來 別哭了 這樣也挺好 你做得比之前好 而且今天你出來的時候 導師說我承認我 有說 別哭,好 雖然要即時被淘汰 但至少你已經不再是災難了 只是普通事故而已 自己也能處理 下一位參賽者要預備的是Anson Bean 你走開吧 為何他可以令這三個女人 發瘋了 看來要由他面試那天開始說起了 但是人妻 但他要走人 是嗎 人家還未開始表演 你三個這麼快就心心眼了 別那麼膚淺 大家好 最喜歡有男生 你根本是偏心的 不是,但很少 那些女生就說浪費時間 我看看她浪費不浪費我的時間 好,我應該不會浪費 Cher,這些最多就只有樣子 當你能唱歌了 那跳舞不行了吧 你好,我是陳藝新,Anson 今年19歲,是一位大學生 小朋友,別以為你動得幾下 青嶺白淨,就讓人喜歡 Anson… 你不是出名鹽的嗎 還有你們,笑甚麼 有這麼吸引嗎 她的能力其實也是很討人歡喜 她很親切,她的親耗力很強 這是甚麼 她的性格、樣子、笑容 觀眾會喜歡她 厲害了,被你說中了 記者會一出 她就成為傳媒的焦點 節目還沒播放,連粉絲團也有 不過陳先生,多口問一句 甚麼陳的英文,不是Chan嗎 當時是因為吃了在這邊 在小學時,整件事很無聊 因為我用了這個名字 開過社交平台、電郵 一直都用了這個 又沒有改變,又習慣了 就保持在Anson邊 再見 再見 不,這個我真是心心眼 有楊過,有害羞 這男生有點害羞 不自戀 給我 來 喝 花姐 不適合你的 一定適合我 神經病,你可以給她甚麼 不適合你 你可以給她甚麼 給她所有… 你給所有… 我看她是否給我 上一節 我們出現了一個 令三個女人都發狂的參賽者 你走開 不僅是導師 其他參賽者和網民都非常喜歡 不過你們喜歡是沒用的 你是評判嗎 即將出場的是陳藝新,Anson邊 她的表演項目是說唱加跳舞 你吃蛋撻吧,叫人聽 不如Anson邊給我吧 我一組 我自己選擇了這條路是很困難的 但我一定要繼續努力 我希望可以將表演變成 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件事 我聽說是唱歌 她只是唱歌 她很丟臉 為什麼我本身很、四個字 我愛��怡 我有十多年來 她就是錄影 她是很重點 有十多年來 她是合作的 我平常有十多年來 我其實有十多年來 再要五十多年來 我們可以找到第四個女生 我沒有太多年来 A face pale, they can't tell your voice back there, is it? UH WOOOOO 我心想他真的很挑戰 進去吧 三盞吧 Anson Bean,一盞藍燈 很足夠力,很好看 很適合這個表演 我覺得… 這個表演至今還未見到 很多類型的表演 現在終於見到了 終於說了甚麼意見 之前一直跳的表演 就給不到我有型的感覺 所以可能差一點 可能就是表情 謝謝 唱一支照片,唱一支給他 唱一支一定會給他 你給他吧,唱一支 我很想進去,但我又想放在復活區 先捱一會 為甚麼?為甚麼要放在復活區 你覺得他要捱的原因是… 很害怕 你覺得他… 因為好像只剩下 不是很多人而已 給他吧,你按吧,按吧 你不要理導師 你不用理導師 現在你只負責按 你覺得他有甚麼味道 我看見力量大,看不到爽快 說一下,導師想了解你多點 你想唱歌,唱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表演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不入行的話 我真的不是在過一個 真是享受的人生 太好了 還有甚麼猶豫 有些東西還是卡住一支 在按雨上不按 你先進去捱一會 你先進去復活區坐下 好 你先坐下… 謝謝,好 你好,我現在是在復活區 其實我今天比賽前 我也想起我上次拍攝員說的 有時覺得… 我那次好像太有自信了 暫時應該是高的 因為剛才花姐說 我今天算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現在是開心了 因為我現在是害怕,現在是興奮 對,不過… 怎麼說 好像玩完… 今天我發現自己不是想像中那麼強 因為…怎麼說 看到大家都很有經驗 之後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 自信是有跌倒的 所以是這樣,我會加油 我怕待會有些跳得很好 因為你記得我們那時候 跳得很像Anson 有些是發光的 絕對的聲音是比特 下位參賽者,請你預備 是Judas Judas… 請你預備 加油… 是Judas 他可以說是今季 《全民造星》最有人氣的參賽者 他由直直無名的Busker 唱到有公司簽名他 還開了個人演唱會 論經驗、實力和知名度 絕對合乎我們的參賽資格 除了這個之外… 雖然很多支持者都看好Judas 但還是花姐看東西夠忠肯 要你跳黑色彈的東西可以嗎 要你跟一群像女團的人跳舞 她們全都穿裙子 腿很長,但你剛才編了一小時 跟她們跳舞,那怎麼辦 我可以試試 喂 暫時我覺得自己不夠多的歷練 我想自己的人生可以擁有更多 所以很想趁著這個機會 可否有機會試到呢 我很認同的是 雖然你現在未到達大紅大紫 但你已經有一定的形象出現 你一個歌手,大家已經很認同 但現在我突然叫你做黑色彈 你把自己的東西打倒了 即是值得參加你的比賽嗎 你是否要想清楚 有更多方面不同的自己 就可以有更多方面不同的人 去欣賞自己 雖然Judas口口聲聲 說很願意接受新嘗試 但事實又是這樣嗎 在賽前訓練班 我們發現他在不擅長的領域上 表現得相當不投入 我想說我對你有點失望 因為我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你是完全躲起來的人 你又不是不玩 但你玩的時候,我要玩一點點 即是跳嗎?跳一點點 如果你一個人,你還是慢慢在後面算 你是這種人 花姐,要改也不是一時三刻就做到 就看她拿著結他彈得多久 即將出場的是羅凱玲、Judas 她會自彈自唱 如果大家有甚麼批評、攻擊 我也需要接受 或者可以從中令自己 最想的那種東西進步 她跟我在街上的戲一樣 她跟我在街上的戲一樣 其實我不明白為何她有這種聲音 她從來表演一點重量都沒有 如天生我最愛你 不左鮮莫多鼻 願不倫閒或其 要與你再一起 總是仍然朝生無事 後面氣,未怕被捨起 已經愛定你 好 神經病 神經病 沒想到這個節目如何幫到你 我覺得現在你也有自己的音樂會 你有很多支持者群,有Busking 而你的感覺是很適合做Busking 但如果要上舞台 四支寫燈寫著你時 那是否應該是這個歷程會幫到你 這個我不清楚 好 一盞藍燈是他現在的最後成績 兩位沒甚麼需要考慮 如果是Judas就去復活區路 等候補位置 好,謝謝 Judas是大熱門,有四萬多追蹤 只有一盞藍燈,怎樣交代 他們現在太守緊了 他唱歌和他的聲音和咬字的方法 令我令我很喜歡的歌手 那個名叫林二汶 所以我也想給他一個機會 看看他能否跳舞 好,上一盞藍燈 謝謝Eric 你可以進入下一輪的比賽 導師是沒有反應的 當然了,強尼 現在兩位導師都在擁交戰 難道他們也不喜歡這個大熱門 我可以的…我絕對不是不喜歡他 真的…但他真的要聽 幸好,最後二汶也決定給一次機會 Judas 去二汶那裡… 已經決定了 我很開心,馬上覺得謝謝二汶 對,恭喜 幸好能入獄而已 你說的,如果跳女團的東西 要穿短裙 這段時間不是很多參賽者 不斷進入拍攝一輪 剛剛Judas就完成了 我們還有35個位置 下一集,更多熟悉的臉孔 將會在《全民造星》出現 又看到參賽者嘴巴的畫面 又有甚麼事 我覺得真的要再回去練習才會 你要很走音 其實每個人都很努力 這些人坐在那裡,離開那些 他們沒有努力嗎 沒有了 想知道為何阿芝那麼生氣 下一集記得看吧